成都市从9月1号起要求全市居民原则居家 连续四天全员核酸检测 4号晚上再次将全员核酸延续到9月7号 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引发民怨 近日 一名成都国企的中共党员主管 手提菜刀抵制社工和警察上门强迫做核酸 视频在网上发酵 获得网友点赞 帖资讯速遭到中共删除 男子在门口与社工和警察僵持了一段时间 最终这名男子被特警上门带走 有消息说他被单位开除了 网友一边倒地对这名男子表示声援 有网友说 支持这是他的个人权利 他很勇敢 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做核酸呢 在深圳当局持续封控 引发民怨 9月6号 在深圳福田区港厦村 没有确诊病例 却遭到持续封村 大批民众愤怒冲卡 抗议封锁 有的抗议者聚集在一起 大声地和工作人员理论 9月7号一大早 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和保安到港厦村镇压民众 9月4号下午 内蒙古赤峰多地遭到暴雨和冰雹袭击 大雨夹杂冰雹倾泻而下 冰水在街道上形成冰河 赤峰市蒙牛特旗当天下午16点发布冰雹成色预警 9月4号 一夜之间全变了 在内蒙古的尺峰市发生了严重的大冰雹 仅仅25分钟的时间夺去了农民一年的希望 无论啥样的自然灾害都由他们来买单 粮价不值钱呢 突发大冰雹导致当地农户受灾严重 一些农作物恐怕会绝产 在极端天气肆虐的同时 中国大陆近日接连出现异响 9月6号 在四川峨眉山金顶 金线诡异的云响 如同火山喷发 最近四川强震发生前后 中国各地异响频发 格外引发关注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讲新综合报道 地方 林凯 优优独播剧生 gidede 仇岸